每年100空一年6月底 用天山來收看無線世代的民眾 到時就會發生這種狀況 國家通信團博委員會 為了出現台灣電視的當全民數維化 已經宣佈在民國100空一年6月30日 將停載無線電視的類比訊號發送 未來以傳統天山來收視 我們所親為老三代電視的方法 將行為一律師 但這個全民數維化的政策 最近卻是造成民眾五歲 就是聯繫成為第四代 郵刷電視頻道 也將無法收看 對處 廣府行政署 以及郵刷電視業者 也特別做出訂購 無線電視的改造數位頻道 跟一般我們看 無線電視的中途 都沒關係 各位也看無線電視的 可以安心繼續看 這個舉動的部分 跟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有線電視的訊號的播送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它最主要的目的部分 就是希望說 要把整個無線載播的訊號 要做一下調整 那針對有線電視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一直雖然通通 有在做數位化的一個節目 但是對於NCC剛剛所講的 這個舉動的部分 都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請各位觀眾們 不需要擔心 然後請放心的收視 也就是說 電影有線電視的信號 並不會受到影響 電視頻度都是正常不上 但對著現在 全面數位化的更加增添 台中南大雲林三館市的 系統集中 不但已經全面數位化 而且也有很多了 很多高位置數位的HD節目 提供民眾來收看 這位民眾將出來電視 幾乎數位計算盒 都可以享受 電視信號數位化後的好處 改造這個數位頻道以後 可以更看更清楚 更清楚 所有數位的效果更更良好 也有高化質的HD節目好看 賓國一百空一年 六過三十號 無線電視頻度 就要全面數位化 家裡現在有完 是收天線信號 來看電視的民眾 對它加增高化質數位計算盒 也會當一星期 有線電視電風化 來確保收看電視的品質和款頁 記者金鳳三 蔡宏報道